好,各位同学,那么在本节课的开始 我们首先对上节课所布置的思考题做一个讲解 上节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它最终运行的结果是布尔茨的false 那么我们,我说过了,知道结果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用括号把它的优先机能给标注出来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分析一个表达式的运行顺序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看一下 有没有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复值的等号 如果没有复值的等号的话 那么它肯定就是一个左结合类型的运算顺序 如果有等号的话,是需要考虑右结合的mess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是双等号 它不是等号 所以说它一切的顺序应该遵从我们所说的左结合 既然它全部是左结合的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运算符号 那么有not和all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符 接着有加号这样的一个算数运算符 还有相等关系运算符 知道有这样的一些运算符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些运算符里面 not和相等运算符里 哪个符号的运算优先级最高 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格 从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肯定是最低的 这个我们之前反复强调过 然后算数运算符还在第4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类型呢 还有一个比较运算符对不对 比较运算符在第9 所以说最高的应该是算数运算符 然后是比较运算符 最终才是这样一个逻辑运算符 依照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表达式 我们现在来对表达式加上一些括号 首先算数运算符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那么B加2它首先应该被扩起来 好 然后逻辑运算符它是最低的对吗 所以说这两个符号的结合我们先不考虑 接着我们考虑的是这样一个比较的运算符 所以说现在第二个我们扩起来的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分析到这里之后 给大家说一个理解上的小技巧 一旦你把这样的一个词表达式扩起来之后 那么括号里面的表达式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变量 看作一个变量之后 是不是这个表达式就变得很简单了 其实就是NOTA另外的一个变量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NOT和2 它们的一个优先级 很明显NOT的优先级是要高于2 所以说首先需要先计算NOTA 那么再按照我刚刚说的这个理解 括号里面的这个表达式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变量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表达式 又进一步的就演化成了两个变量的一个表达式 左边的一个 然后是右边的一个 现在这个表达式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思考题的最终的答案 最后外面的这个 你是没有必要再加括号的 你加了括号也没有意义 当然你可以把最外面再加一个括号 我们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FALSE 好这里我们补充一下 NOT, AND, OR 这三个逻辑运算符它们之间的一个优先级的关系 NOT的优先级最高它是大于AND 然后AND是大于OD OD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的表达式 它最终其实是等价于我们加了括号之后的这个表达式的 当我们在编写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的优先级 不加括号自然的运算 还是说我们为了让其他的读我们的代码的人 更容易理解的时候强制去加一些括号 两种方式都是等效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加了括号的放这里 大家看下这两个哪一个更加容易理解一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对读代码的人要求太高了 我这里举的这个表达式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它只有这样的逻辑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以及算数运算符 做这样一个比较 还有更复杂的 如果说你纯粹的你假设读代码的人 是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些运算符多线级关系 把表达式写成这样的话 不加任何括号 辅助别人去理解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是不太好的 这两种形式都可以 我们的这个括号只是辅助别人去理解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个括号 并没有去强制改变以前的 表达式的一个运算伦级关系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结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随列展出括号 比如说我们在ARB这里加个括号 这个就属于你改变了原来表达式的一个 运算优先级顺序 我们看一下它得到的结果是Q 你在这里加了括号之后 这个表达式首先会运行ARB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 A的值是1 B的值是2 那么ARB的结果是1 然后根据运算优先级关系 1会加上2等于3 那么3到底等不等于C 不等于 因为C是2 3是不等于2的 所以说最终的这个结果前面运行的结果是False Not false最终得到Q 这个就属于强制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运算优先级关系 所以说大家用括号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 一种括号是辅助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另外的一种是你要用括号强制的去改变 原来的这个表达式的优先级关系 好 那么至于说你愿不愿意给阅读代码的人 加上这样一些辅助的括号 这个由你自己来决定 但是事实上来说的话 确实是很多人 他不会把每个运算优先级关系记得那么清楚 如果他理解你的表达式 他可能还是要去查资料 好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我如何把这么多的符号的优先级关系给记下来 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诀窍 就是多写 可能唯一的一个小的诀窍就是什么 你要记住大的分类的一个优先级关系 比如说 算数运算符它的优先级 肯定是要大于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符的 比较运算符 它肯定是大于这样的一个国际运算符的 你把这样一个大的分类 它们之间的优先级关系先记住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